今天我刷到 奉一套的视频 他现在在找老公 我也刷到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就是怕他爸爸会打我 在这坐一下 坐一下 这里凉快 表弟 找你表哥有啥事 老弟 想想你帮我找老婆 刚刚找了一个 给你黄掉了 又找 你根烟子不是刚刚分掉了吗 我还敢给你找 那分之后就找下一个 那哪里要 那谈女文也不可能就谈一个 这个不合适就下一个 是不是 发心罗婆 大喇喇 是不是 那这个不合适那不可能不找呢 是没办法 是没办法 我都有点怕 真的 你怕 你跟英子 就是 之前谈得好好的 是吧 是突然说一下分手 是吧 这个东西 其实 那天我也到你家 问了一下 英娘这个事 是吧 我英娘说 这个比较难 她说 希望 怎样说的 你今年能脱单 但是 脱单这个问题 还在看有完分 今天 我刷到 奉一套视频 她现在在找老公 我也刷到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就是怕她爸爸会打我 她爸爸打你 对 是不是上次去提亲 有点心理阴影 对 有点 那你自己凭良心说 拍着你的良心说 有点喜欢分手没有 有点喜欢没有 喜欢就是怕她爸爸打我 上次去那次 他怕都把门都关起来了 这个东西 是不是 那这次找我 不是说 又要我去跟妇妊说吧 也不是 就是说想找过 另外一个女孩子 对 但是我没有合适的能选 那也不能 一直在那调的 决定 上次 英娘不是给你 介绍了个女孩子吗 是介绍一个 怎么样 现在聊的 现在聊的 她高兴就肥一下 不高兴 她的心智都不肥 我是本来想听到 一早 等下她又不出来 我一个人听到 流烈当当的 也不好 意思那一千七大洋 又白花了 我也不知钱怎么搞 花了就花了 花了她又还给你 那一千七百是怎样花的 那是没人嘛 没人 没人 没人一千 那个女孩子花了 花了三不高兴 红包一千一千三 那没人多少钱 没人一个两百 两个不就四百 加上女孩子三百不是七百 不是有五 等于是六个 六个没人 他本来本来说是五个 还有他表姐也要一份 也就是六个 对 加上女孩子三百 本来另一天我妈是问好的 五个没人 一个没人一百个钱 我另一天去 他说一百个钱不肯 他说要两百 那住地起价 你也给他 那不给他不肯啊 我都不 我都在那里跟他说吗 我都一百一百 他都不肯 一个两百六个 就是一千二 一千二加上三百的女孩子 就是一千五 也没发到一千七啊 那吃饭呢 吃饭三百九 那吃也不要钱了 那不止 这个相似 相似没人了 一个月工作又没了 我跟你说 这个找没说的还是没用 真的 那个就是骗钱的 别去相信这个 知道吧 真的 所以那天中午吃饭 他表姐就 就拿着他赶紧走 连话都没聊 他也不跟你说 我有事 我先走 你再有什么天 那都是你也跟人家说一声 我现在有事啊 我得回去 他都吭声也不吭 就是一点没看上你 知道吧 要不然哪里会直接走了 就这样说 你先找到我 到时候我们就带你去那边看一下 是吧 我等一下要他把照片发给你 让你看一下 好吗 可以 可以 是是是 但是能不能成 咱们不敢去说 这个哪里敢去包啊 嗯 嗯 知道吧 你那凤银那边就暂时没想法了 现在暂时没什么想法 怕他等于又打我 就怕中叔 对啊 那是吧 咱们我表弟啊 是被中叔吓不怕了 有心意 阴影 日备想法 不急 咱们有缘千里来相见 是吧 无言对面来相见 无言对面不相逢 对 缘分 婚姻这个缘分呢 还是要靠天助地 今年 表哥努力给你找 希望帮你脱单 好不好 好的 着呢 这就这么说 着臨说